林墨宇回到自己的修炼室 人族接下来的安排 交由天圣尊进行安排 原本好圣尊还能一起商量着来 但现在他多了件事 要管着小物 林墨宇已经发现 好圣尊对小物是真的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人竟然如此投缘 如此甚好 林墨宇此刻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发现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有很多事不能说出来 需要自己单着 人族的几位圣尊 都走错了路 即使将来神路得以重铸 他们最多也只能达到至尊境界 天尊已经不可能了 至尊巅峰就是他们的极限 大世界现在真的很弱 曾经被大世界掠夺的那些世界 里面也有至尊 而且可能不止一个 以大世界如今的实力 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世界将是大难 更何况 大世界内部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团乱麻 各族伶俐 纷争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 遭遇外敌 十有八九要玩 希望时间再能拖得久一点吧 林墨宇轻叹口气 他能做的 就是努力修炼 尽快将境界提升起来 盘坐于虚空 林墨宇的心 彻底平静下来 指尖闪闪发光 灵魂力流淌 汇聚于指尖 在虚空中汇制符文 得到了圣服天尊的传承后 自然要把没有掌握的符文 全部掌握 特别是其中有几个符文 对林墨宇有着极大西 整个大世界 其核心就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符文 所有的法则 生灵 一草一木 一山一淡 星空世界 一切都是由那个符文演化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 也可以用符文 去表达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事物 在圣服天尊的传承中 就有空间类符文 和时间类符文 这两类符文 都是高等符文 而且是高等符文中 最复杂的一种 其中 空间类符文 再度进行细分 可以分成多种功能 压缩 扩展 稳固 封锁等等 多种符文互相融合 形成新的融合符文 再配合别的符文 就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时间类符文也是如此 其符文最主要的三大作用 就是减速 加速 以及停止 若是想要实现别的功能 同样需要多种符文进行融合 林墨宇由此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想在掌握空间和时间符文后 将两种符文进行融合 随后以此为参照 来融合自己的法则 经过他的演算 觉得此种方法可行 于是 他再度陷入符文的学习之中 报应数一次次开启 运气一次次被引爆 在好运的加持下 林墨宇的学习速度 快得令人发指 一个个符文迅速被掌握 并且完全理解透彻 就算林墨宇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在符文方面 确实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 在圣福天尊的传承描述中 时间类和空间类的符文 是所有高等符文中最难的 其难度甚至超过了一些融合性的符文 哪怕是某些符阵 难度都不如时间类和空间类的符文 因为它们是为二两类立体态符文 可在林墨宇面前 依旧毫无难度可言 无论是领悟能力 还是报应数 总之林墨宇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之掌握 林墨宇掌握的符文越来越多 逐渐的 对圣福天尊的传承也越来越熟悉 大世界的异动 不仅仅人族感受到了 其余各族都同样有所感应 虽然它们不像新老那样 能对大世界符文产生感应 但大概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来 大世界的变化 它们都有感应 只要不是笨蛋就能猜到 根据新老的预计 那些强族再过段时间也会有动作 人族要抢先一步 占据先机 在短时间内 仅可以抢夺过来更多的资源 得益于星空于人族 对人族战舰的改造 人族的 大量战舰都拥有了深层空间航行能力 为此次的行动 提供了极大便利 一旦有了决定 人族的效率是极高的 有人皇网络存在 所有的命令 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送达 人族的军队 无声无息动了起来 彼岸进强者 战神殿的人马 都一一出动 战神殿平时不出手 一出手 几乎就是灭族之战 这次 依旧是以战神殿为主力 目标是 各个并不起点的小种族 这些小种族中 都是在十万年前 攻打过人族 侵占过人族的资源 毁灭过人族的星系 后来受到肖战天的反杀 这些小种族 几乎被打到崩溃 几乎灭族 他们逃离阻地 去往边缘地区 才勉强幸存了下来 可以说 他们与人族 原本就有着世仇 只是后来人族 一直在发展壮大 没再去对付他们而已 现在嘛 自然是第一个 拿他们开刀 人族首次行动的目标是 三个小种族 分别是羽叶族 卡山族 洛林族 三个种族 都是植物系族群 每个族群的人口数量 都没有超过百亿 是名副其实的小种族 族中最强的 也不过是巅峰神尊 而且数量极少 至于彼岸境 更是没有 占据的星系 也没有超过百座 其实力可以说 只和蝶族相当 对付这样的种族 人族毫无压力可言 战神殿出动人马 与军方配合 同时对三个小族 展开行动 此行 既是报仇 也是灭族 不过与剿灭佛族时 又有所不同 尽可能不要破坏星星 只杀人 不损物 所有的资源 人族都要带回来 庞大的队伍 进入深层空间航行 无声无息的消失 天圣尊坐在 神城中央神殿中 头顶是大片星空 人皇网络 把人族行动的画面 时时传递回来 看着战舰消失 天圣尊朝着虚空开口 不至于赤眉他们 会有何想法 人皇 你怎么看 人皇网络的声音响起 他们最多也只能想想 不敢有任何行动 甚至都不敢来问 天圣尊露出一丝冷笑 星空于人族的那帮家伙 自以为做的手脚很干净 算什么东西 人皇网络道 他们或许是在害怕我们 天圣尊问道 深层空间航行的改造之法 你掌握了吗 还在研究 还需要时间 星空于人族 对每一艘改造的战舰 都做出手脚 虽然只起到感应与监视的作用 但也已经让天圣尊等人不喜 只是当时双方在合作 天圣尊没有说破 在改造时 人皇网络全面记录下来了 改造方法进行分析 并且转换成人族自己的阵法 外族根本不会知道 人皇网络有多可怕 有多强大 人皇网络忽然说道 有件事要告诉你 在你神游的时候 于是梅曾经对林墨宇展开过暗杀 可怕杀意自中央神殿中冲出 几乎笼罩了半座神城 神城嗡嗡震动起来 无数阵法随之运转 稳定神城 神城中许多人 一时间含义从心底冒出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圣尊会突然大怒 人皇网络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 于赤梅应该是动用了那些因果类的法宝 原因应该是 林墨宇领悟了空间法则 天圣尊冷哼一声 我知道 那帮家伙在找死 人皇网络平静的声音继续说道 星空于人族 明面上有三位圣尊 暗地里或许还有隐藏力量 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抵运 但不排除他们有堪比抵运的法宝 而且我建议 这件事你问问林墨宇 他和于轻柔的关系不同寻常 同时 你还要考虑洛神 洛神还活着 他随时可能回来 域外虽远 可对他不成问题 听着人皇网络的分析 天圣尊若有所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确实还是问问林萧尤比较好 此事不及 毕竟明面上 我们还是朋友 将来是敌是友 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种族之间除了情 更多的还是利益 在天圣尊严里 没有永远的朋友 但肯定有永远的敌人 比如恶魔族 再大的利益面前 也不可能改变两族间的关系 哪怕大世界毁灭也是如此 只要有机会弄死对方 两族绝对会不惜代价 星空于人族中 于赤梅紧急叫来两位大长老 于赤梅低声道 人族的战舰大规模出动了 他们的方向是边缘地带的三个小族 两位大长老不禁感叹 看来人族是要动手报复了 人族等了十万年 终于要动手了 佛族和三银族只是牛刀小事 人族根本没动过权力 之前为了接引林墨语 人族大军压境 同样没动过权力 十万年的积累 人族隐藏起来的力量 绝对极为可怕 大世界要乱了 别的不管 我们还是想想如何自保吧 影视太久了 我们的选择并不多 三人商量着该如何应对 因为改造战舰的关系 他们能第一时间得知人族动向 如此一来也算是占了先机 只看能不能利用这份先机 也正是因为影视太久 对于大世界中的许多事 已经失去了判断力 数日后 人族的战舰突然出现 封锁空间 展开图路 人族手段极为凌厉 一动手便是灭族之战 所过之处 鸡犬不留 事先准备充分 彻底封锁空间 通讯也被隔绝三族的消息 根本无法外传 就连外围的一些区域 都被人族强者肃清 仅仅十日 这场突然而至 声势并不大的战斗 便宣告结束 羽叶族 卡山族 洛林族 此三族自此从大世界里除名 偶有漏网之鱼 也只能逃往域外 此消息传出后 整个大世界哗然 各族强者赶往三族领地 经过仔细检查后 确定是人族动手了 一时间 大世界风声鹤唳 各族高层都冒出了类似的想法 人族 终于开始报仇了 十万年前 大大小小二百多种族联手 最终都没能把人族 从大世界中抹去 最后在肖战天的反击中 被灭了数十族 打残了数十族 其余各族也或多或少付出代价 那一场大战 人族固然伤亡惨重 人口减少99% 可各族其实也不好过 可以算得上是两败俱伤 血海之仇已经结下 显然这件事对于人族来说 并没有完 经过十万年休养生息 人族终于开始报仇 先拿佛族小侍牛刀 后又再闪电之势 趁着是灵族危机 闪电般击垮了三营族 之后又为了接引灵墨雨 重兵压进恶魔族 强势无比 如今更以雷霆之势 直接将三族除名 虽然雨夜 卡山 洛林三族都是小族 但从人族同时 诛灭三族可以看出 人族的绝对实力有多强 三族被灭 留下了一片残破星域 无数行星被打碎 整个星空的空间还在艰难恢复 恢复速度无比缓慢 圣尊 彼岸的气息还在星空中残留着 十分浓郁 恶魔族 精英族 飞蟒族 牛魔族 黑石族等 各族强者都来到这片星空中 目光极为凝重 人族是真狠啊 真的是鸡犬不留 一颗星尘都没留下 星系被打成这样 这次人族出动的圣尊彼岸 数量真不少 求仙花灵 此刻已经不是族族自危了 除了曾经攻打过人族的那些种族 就连没攻打过人族的种族 都开始有些发虚 他们即便没攻打过人族 但和人族的关系 也谈不上好 小摩擦总是有的 人族真开始报仇了 会不会也对他们出手 很多种族并非强族 如果人族真要对他们动手 他们根本无力抵抗 他们开始考虑 要不要和别人联手 结成同盟 或许还能让人族忌惮一下 深渊之火 熊熊燃烧 把星空照映成了绿色 深渊魔尊 在深渊之火中出现 圣尊的气息 铺天盖地地散出 在场所有人都不自觉地低下脑袋 眼中露出畏惧 深渊魔尊发出阴冷笑声 各位应该都听说过 人族中有句话 叫做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如果人族真的开始报仇 那可能大大小小的仇怨 都会一并清算 他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人族不会讲道理 到时候 所有人都逃不过 深渊魔尊 注意着众人神情变化 继续音效着道 各位都是族中高层 应该对人族的历史有所了解 大家的出身是什么样的 人族 曾经又是如何对我们的 想来各位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 经历过那场大战 我们是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一批 可十万年前 依旧没能抹掉人族 现在人族重来 各位 可有想好 经他这么一说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深渊魔尊说的没错 他们都是各族高层 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历史 知道自己种族的源头是哪里 如果要细说起来 不管在十万年前 有没有攻打过人族 在源头上 他们和人族都有仇 远古时期 他们还有一个称呼 叛徒 深渊魔尊 知道自己的话生效了 用着极为阴冷的声音 各位 回去后好好想想吧 墨绿色火焰炸开 深渊魔尊 消失得无影无踪 留下来各族强者 神情皆是十分复杂 随后各自怀揣心事 转身离去 神城中央大殿 天圣尊低声道 怎么样了 那些家伙有没有怀疑 扶圣尊闭着眼睛 指尖有符文跳动 片刻之后 他沉声道 看上去并没有怀疑 不过深渊魔尊来了 似乎在鼓动着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